第3集 Hello 各位觀眾,歡迎來到 Assassin's Creed 第3集的簡介 如果有追蹤我頻道的朋友都知道我選擇遊戲 不一定是選擇最新遊戲 通常我有些主題想說 或者是經典的遊戲 不論是新是舊 如果符合我的標準 我就會玩給觀眾看 順便可以說一說 帶出一些主題 Assassion Creed 這個名字已經十分出名 我都知道應該有很多人玩 香港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夠不夠 popular 不過外國是其中一個十分大的系列 我講了一點關於這個遊戲的劇情 我下面都放了連結 不過是英文的 五分鐘解釋了整個 這麼多集 刺客教條裡面所有的事情 簡單來說 在一個虛擬的故事裡面 人類的歷史是由外星人去創造的 不過他想去到控制人類 因為人類有些人就反叛了 後來就分了兩個派系 一個就是我們玩家扮演的刺客聯盟 在人類的歷史裡面 這條這樣的血緣線 就不停地出現 所以你看到很多集有不同的刺客 由古羅馬 到文藝復興 今集就是玩美國 我特地選了第三集 最新的就是法國的大革命 另外一批就叫做Templar 就叫做聖殿騎士 他們代表一些權貴 很重的權力 主角就在現代裡面 他是一個普通的 在酒吧裡面去做適應 而那些權貴在古代 無論是一些很畏高權重的人 教皇 或者是一些很有實權的皇帝 那些聖殿騎士 在現代就變成一些藥廠的老闆 這些大企業 這個就是故事帶下來 現在就發展到第三集 就是講美國的立國的歷史 他們這兩個派系 不停在人類的歷史裡面互相爭鬥 當然我們做刺客 有很多東西要躲躲收收藏藏 所以這也是一個Stealth Game 一個隱藏的遊戲 我想比較吸引玩家的就是 我們可以隻身去挑戰一些 大的財團 或者一些很有權力的人 對了 講完這件事 我為什麼選擇第三集去玩呢 其實在整個故事系列裡面 我覺得看美國建立立國獨立的歷史 可能對香港人來說是有點特殊的意義 因為看美國的崛起 其實到了現在成為全世界一哥 只是很短的時間 200年 究竟他們在過程裡面做到什麼呢 究竟成為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究竟他在立國 特別這次的主角 就是除了我們玩的主角 另一個主角就是一個很出名的歷史人物 就是George Washington 佐治華盛頓 也是美國的國父 究竟一個什麼人 我們在香港現在經常講 民主自由佔中這些西方來的意念 為什麼會一個國家 由一個什麼人或者一個什麼國家 是不是說他們搞革命的時候 就將這種這樣的思想 自由民主的思想已經注入了一個國家裡面 形成到他們發展到今天 某程度上美國已經是一個帝國 我不會當是一個民主的體制 表面上也是 我會想透過這個遊戲 去跟大家去玩一玩 應該幾個人 因為我自己都沒有玩過 應該是減價的時候買這個遊戲 補充一句 大家千萬不要混亂了兩個很早期的美國總統 一個就是George Washington 第二個就是Lincoln 因為近來我幫一些小學生補習英文 講到美國的歷史的時候 他們很多人都是認識林肯 因為他們解放黑奴 就不太知道華盛頓究竟是誰 如果小學看過一些歷史 我想他最出名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老作的 不是真實的 就是他砍爛了他父親那棵櫻桃樹 但他沒有說謊 說他小時候已經是一個很高尚的人格 雖然這個故事是去求 但是 都或多或少說到 如果你成為一個偉大國家的創始人 華盛頓是173幾年出生 未到1800年之前已經死了 他就是美國的國父 而林肯是1800年之後 那時候美國已經立了國 但是有內戰分為南國和北國 他是解放黑奴的人 所以大家不要把這兩個美國的總統混亂 想和大家探討一下 一個什麼的人 好像現在香港人做人好像很傻 為什麼有些人在他人生裡 短短的一生可以建立這麼偉大的事業 而有些人在他短短的一生裡 好像一事無成 究竟一個什麼人的人格 究竟他可以剃渡了一個國家 順帶一提 那時候整個故事背景就是 環繞美國嘗試獨立的時候 他們的對手就是英國的帝國 或者叫大不利癲國 Great Britain 那時候英國已經有很多殖民地 包括香港 那時候已經開始 英國成為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那時候美國只是一個很弱的 甚至不是一個國家的地方 為什麼他們可以有這樣的魄力 這樣的思維 這樣的軍事力量 去擺脫英國的統治 而自己獨立成為一個國家 亦都是立了他們自己的憲法 還有他們自己的法例 發展到在短短的二百年裡面 成為世界的超級大國 好了 講的就是這麼多 我們很快就會開始第一集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